我是星光医院小科医师穆淑琦 就想问医师说 那大脑的发展大概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 从所有的大脑发育 事实上从怀孕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事实上在英国的曼泰斯特大学 他们有研究在脑部的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是Sense 80%都已经完成 在这样的一个大脑进行式的发育中 事实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是我提供什么样的吃的营养来源 这个关键营养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 另外一个是我们要有一个耐心的互动陪伴 多一点点的互动陪伴刺激 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瑞士的脑认知研究室 这已经是一个比较有一个定论出来说 有一个研究的一个呈现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营养素 讲的就是神经翘灵质了 我们是让神经翘灵质在宝宝的脑部发育的学习力部分 可以提升到20% 有到20% 因为神经翘灵质可以帮忙我们的神经 就是这个神经的水翘化 所以因为水翘化之后 让我们的大脑讯息可以很快速又精准地传递 那到底怎么去补充就是神经翘灵质 第一个我们应该要记表到木耐里头就是这么丰富 也包括蛋奶的部分 然后牛肉 另外还有富含就是很丰富的神经翘灵质的配方奶 也是一个可以考虑提供的食物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